大手牵小手 亲子时间 欢迎收听接下来这个亲子讨论的这个单元 欢迎朋友们不要错过 哈喽新慧你好 每天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欢迎再度参加 来来来我们这个我们和林教授和新慧 我们这个从幼儿一直到成人教育 我们都在讨论 是是因为你知道吗 我偶尔会在我们华人圈里面 那因为我觉得广播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躲在那个机器后面这样子 看电视你还会认识人 但是呢如果你是广播的话 平常听众朋友看到你 只要你不讲话 他们也不知道你是谁 一开口那个声音人家认出来就说 哦你的声音好熟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样子 所以我在外面都还得要行为 行为举止要端庄可爱 好像我们都要这样子才行 是 都得要这样子才好 对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 你知道听众朋友 我们也在广播讲了20年了 我都觉得我有点将囊才进 然后每次要讲提供的 我都觉得我到底要讲什么 然后讲过的我觉得又在讲 好像又对不起听众朋友 可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也还可以啦 因为20年了 有的听众朋友是后来才加入的 那20年了 有时候我们大家也都忘记之前讲什么 这样子 可是呢 每天之前有跟我联系过 说听众朋友想知道一些 儿童的情绪发展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一个题目 所以每件出了考题 我就得好好准备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点 那个儿童的社会化跟情绪发展的一些小堂诗 好 那我很开心的 知道说听众朋友想听这个题目 因为我们很多华人都很在意小孩子 如果你的孩子现在还小 你会很在意他将来出事不得好 然后呢 能不能功课在众人之间 拔尖 树类拔萃 那我觉得当然这个很好啦 因为你知道 如果你是家财万贯的人 有没有读好书 我觉得不太有关系啦 因为反正这个主应就避孕这个孩子 将来就可能就很好这样 那我们一般中产阶级 甚至于说父母亲是劳工阶级的朋友 我们很希望说 孩子能够比我们的生活条件要好 那怎么样是我还是深深觉得说 什么样的环境 会给孩子制造一个比较好的未来 我觉得受一个良好教育是应该的 就是说是必要的 因为他们发现说 如果孩子只有高中毕业的学历 其实在社会上是很难出头的 现在甚至于主管很多人都要求说 要有硕士以上的学位 那我们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工作的 难免就会受限 除非说要白手起家 那白手起家 现在你就说 很少很少很少 就是说不受教育的人能够白手起家 所以这个关心我觉得是一定要的 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掉 这个社会化跟情绪发展的重要性 那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 这不要教啦 这个有很简单啦 这个长大就自然会会了 那听起来好像是 因为如果我们去回想我们自己小时候 父母亲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去教导我们 什么社会化 情绪发展 他好像也没有 那我们不就这样长大了吗 可是他们做儿童的研究 他们有发现 孩子如果长在一个家庭 这个妈妈的情绪智商比较高的孩子 或者是妈妈的这些社交行为 什么都比较厉害的孩子 他长大以后 这方面就比较厉害 那听众朋友就说那爸爸咧 听众朋友对不起啊 爸爸就不在乎你别偷看了 这就是重点 可能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孩子还在睡觉 你晚上回家的时候孩子可能已经睡早了 所以爸爸在这一方面的影响 相对比较少 妈妈的影响就很大 因为通常就是妈妈跟孩子的相处时间比较高 那这个就是妈妈给孩子做的榜样 我们很多时候的学习 不是说我教你 我很刻意教你 你才会学习 从观察当中去学习 也是一种学习 所以呢 那有的人就 有的人妈妈就说 那我完蛋了 我个性孤僻 又不喜欢跟人家交往 不算言辞了 我孩子不就没希望了吗 还不适宜啦 因为人有一些基本的能力我们是要培养的 怎么样叫做基本的能力 就算你的孩子现在还很小 就是你的孩子也许还是baby 可能还不到一岁 或是你的孩子就现在是在念幼儿园 那他有哪一些能力是 这个年龄阶段很需要学习的 我们举三个行为好了 第一个就是要调节情绪 第二个要能够与人分享 第三个能够要遵从指令 这个要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练习 然后要开始培养 我们讲第一个调节情绪 调节情绪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好 也不是年纪大的人就做得来 有的人就是脾气很暴躁 那可能他一生气的时候 他就抓狂 他就没有办法控制 那这种我们也在大人的 行为当中 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 那有的人就会说 奇怪了 这个人专长年纪不长智慧 这个行为 为什么那个发病线都没有办法自己控制 他可能在小的时候 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 那有人就说 那个脾气就像他爸爸 他爸爸就是这样子 他也这样子 也许他这个孩子是个比较敏感的 然后他的基因可能真的遗传到他爸爸 可是行为模式有时候是可以透过学习而来的 我们为什么常常就说 如果孩子在交往的对象里面 特别是女孩子 我们就说如果这个男朋友的家里 爸爸会家暴妈妈的话 我们通常就会说 你可能要很小心 这个人可能以后也会家暴他老婆 当然不是绝对的 不是一定的 但是相对的比例会比较高 因为他就是一种行为的学习 然后他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不好的循环 这不完全是基因 这也有可能是学习而来的 所以调节情绪很重要 那一般来讲 我们就说最困难的是调节负面的情绪 快乐正向的情绪 我想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在调节负面情绪的时候 不见得只有这个暴怒 脾气不好 有的时候还是有悲观性格 一个人他的生活品质好不好 或者是说他对人生的这个意念 正向的那个乐观人 他会比悲观的人要容易多了 为什么 因为在痛苦当中 在失望当中 还能够看到希望 这就是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那一个人一旦有了希望的时候 再多的困难跟苦难折磨 他还是可以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 他就会觉得 没关系 这个困境就是现在发生了 再过一阵子 他就会消失 或者说我们就能够去解决他 那这样的人 他就 第一个他比较容易相处 第二个他自己比较有 这个奋发向上的力量 所以这个经验 跟情绪的调节 很重要 那悲观的人 他就是也许他就从小 就一直都受到很多的挫折 从来没有 没有得到一个正向的鼓励 或者是从来没有经验到说 他用自己的努力可以去克服 那这样的经验累积以后 他可能就真的会自我放弃 他就什么事情就发生了 他也不想 不想去处理 然后他就在那边摆烂 那久了以后 他对自己的人生就没什么希望 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 他很容易得到忧郁症 那这个是长远 这个如果说忧郁 这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 其实也是到人生后来 会有很大的一些冲击 所以调解情绪的能力很重要 第二个要学会跟人家分享 我不晓得每天你在你的一生当中 我们遇到那种朋友 是从来不跟人家分享的 那很多 然后就差近一点的 还占尽别人的便宜 那比较孤僻的就是 他不喜欢东西跟别人共用 那种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交朋友 就有时候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对啊 像我就很爱做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就很爱跟人家分享 那我每次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看到大家都很快乐 我也会很快乐 所以分享也是一种很特别的能力 那小小孩 我们要怎么样去教他分享 小的时候 妈妈可能切个水果 就想说你拿给爸爸吃 或者是说 有朋友来的时候 他可能有糖果 有玩具 就跟人家分享 对方当然也要很善意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如果这样分享的行为 有被鼓励到 也觉得自己很好 他就会更愿意去跟人家分享 但是呢 我最痛恨的就是这种大人 他明明知道这孩子在学习跟人家分享 可是他就爱恶作剧 我曾经有一个uncle 小时候 那时候也穷 家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 可以跟人家分享 所以我们小时候可能有几块糖 就非常非常高兴 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 就我有一个uncle来我们家 那我刚好妈妈给我几颗糖 那妈妈就说 那你去跟那个uncle分享 这样子 我就傻傻的 我就把我那几颗糖就拿去给uncle 那我的uncle很坏 他就把我的糖全部拿走 就跟我说谢谢 他就开始吃了 我就眼巴巴的看着我那几颗糖 你想我那时候才几岁 我那时候很小 可是那个对我小时候是一种创伤 你知道吗 到现在还记得那几颗糖 我是几岁的人 我还记得那几颗糖 那我的意思是说 大人有的时候不要 你就知道孩子会很在意的东西 他跟你分享 我们要自己知道有一点分寸 不要去好像戏弄小孩 就觉得自己很快乐 我那个uncle已经过往 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uncle拿我几颗糖 那样子 也许啦 我以后如果有回去 再有去看望他 在铃骨糖 也许我就买整包糖去祭拜他 但是我也记得他 他拿走我几颗糖 那样子 所以分享也是一种很需要被教导的能力 那再来呢 听从指令 听从指令这件事情 可以从很简单的事情做起 比如说他如果是小baby 那你可能他有东西掉了 就说没有关系你把它捡起来 那因为你要听从指令 也是要有一点脑袋瓜的 才会搞清楚 第一个你要知道说 指令叫你做什么 第二个叫你要去听从指令 把它完成 那有的时候 如果父亲 太疼爱小孩 那在这一方面 没有去教导他 有的孩子 特别我以前在幼儿园工作 我收进来的孩子 如果他没有办法听从指令 那个孩子很难带 在幼儿园里面就会非常非常难带 那这种孩子通常 不会只有听从指令 这个困难而已 他可能在 他可能在很多行为里面 都是不OK的 那在早年 他如果像这三个 这三个能力 他没有培养好的时候 他进到幼儿园去 他进到小学去 他就会变成是 班上一个问题人物 那你知道那个 那个孩子 就是如果他这个问题 小孩的话 他通常人际关系也不好 那当然 所以人家就会 就会慢慢会被孤立 你知道吗 因为孩子他不喜欢 跟那种不受欢迎的孩子 一起玩 不快乐嘛 那孩子很真实 如果跟你在一起不舒服 我就避免不要跟你玩 我去找别人玩 那他们发现说 早年人际关系不好的孩子 到青少年的时候 会更加严重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 我们就很爱朋友啊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朋友比爸爸妈妈更酷 这样子 那可是 没有朋友的时候 他会更孤单 所以他们会发现 有一些犯罪的人 如果在 作往他的那些行为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说 这样的孩子 因为他人际关系被孤立 他会产生很多的愤怒 然后慢慢慢慢 他可能行为就开始偏差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 社会化跟情绪发展 其实在我们早年 小孩的身上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发展的那个功课 那听众朋友说 哇你讲得好抽象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如果我是父母 我是真的很想帮助他 但是我能做什么 第一个 其实我们以前常常讲说 一个会爱人的人 他必须要被爱过 他才懂得怎么去爱人 那你就说 那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啊 我们哪有可能不爱我们的孩子 对 我们应该怎么去爱他 比如说在第一年的 这个生命里面 你知道baby是不会 不会跟你讲说 我肚子饿了 我尿不湿了 我干什么 他不会跟你讲 但是他会用提哭的方式来跟你讲 那所以呢 如果就算你的孩子只有一个月 两个月大 有时候你比如你算 他是该吃奶的时间了 然后开始哭的时候 你就跟宝宝说 你饿了吗 你是不是想吃东西了 吃奶奶了吗 那就在你准备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开始跟他讲话 然后有的baby 他听到你讲话 他就会慢慢慢慢 哭声就会下来 然后你 你这样讲完 你说你要吃奶奶吗 然后你就开始喂他的时候 他会把吃奶奶这个事情 跟他的肚子饿连在一起 再来你的语调 你的声音 还有你对他的这个疼爱 他就会知道说 当我生理需求出来的时候 我感到不舒服 可是有一个人 他可能是妈妈 可能是奶奶 可能是爷爷 就会 可能是爸爸 可能就会来帮助我这样 所以他就会慢慢有的期待 他就知道说 我现在困难出现的时候 有人会来帮我 然后他就 然后你知道 然后他一哭 然后他就会被 这个被喂饱以后 他就不会再那么痛苦了 因为肚子很痛苦 他就学会去调节他的情绪 从负面的不舒服的情绪 他就可以转换到正向的情绪 这个就是学会一个调节 就学会情绪的调节 那也有的小孩 他并不是这么幸运 出生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 他可能肚子饿了 他哭半天 也没有人来照顾他 所以有许有时候哭很久 妈妈才会喂他 或者是他照顾的人 才会喂他 所以他变成说 我今天有一个 很负面的情绪出来的时候 我可能会哭很久 然后才会有一点点反应 慢慢的他就觉得他不被爱 可是他并不了解 那个叫不被爱 他只是觉得 这个环境是不可预测的 不管我送出了什么信号 都没有反应 慢慢的这种孩子 他可能就会放弃 他就觉得 我就算哭了 也没什么反应 但是他也会长大 可是他长大以后 他的心智能力就 力量会减少 像我记得我念大学 快毕业的时候 那你知道要踏入社会 爸爸妈妈就说 你要开始找工作了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就算你找到工作出去做 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当然就是要克服 爸爸妈妈就会说 你要是没有什么困难 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点建议 但是如果真的不行了 你真的做不下去了 没有关系 你回家 我们家不缺你 一双筷子一碗饭 那这样的话 就给我心里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底气 我就知道我出去做事情 遇到困难了 爸爸妈妈可以 给我一些建议 就算我真不行了 假设我被老板割指了 也没有关系 我可以回家 吃爸爸的喝妈妈的 还可以待一阵子这样 所以会造成说 我就比较敢去尝试 我就知道说 就算我试过了 我失败了 也没有关系 可是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去尝试 其实也不完全 就不会完全失败 我就比较敢去跨出那一步 所以后来就自己 就跑来美国读书 那我就有一个朋友 他家爸爸妈妈 是做那个贸易商 经济能力很好 那后来他也是 大学毕业后 申请到美国的学校 但他就没有来 因为他连跨出那一步的勇气 都没有 他就觉得很害怕 一个人要来美国 就很害怕 那时候很多年 以后我再遇到他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很害怕的 我心里想 你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来美国读书 你爸爸妈妈学费 都帮你弄好了 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们来美国还要担心说 下学期的学费 怎么去草物这样子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回头过来看 我比他多了一个东西 叫勇气 你知道勇气这种东西 是真金换不来的 因为没有勇气 就不敢常识 不敢常识 你画地质线 你就有很多事情 你可能就会错过 所以在早期的照顾的时候 他这个经验 是必须要有建立的 再来他也需要跟人有互动 在这个互动的关系里面 他能够有一个亲近的关系 甚至于是亲密的关系 而且能够从那个关系当中 得到满足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 父母亲都很疼爱我们 然后就会给我们一些 人生的指导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日后的资产 因为我们知道说 就像我讲的爸爸妈妈说 不缺你这一碗饭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柱 所以被爱过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说怎么样去爱人 那我也曾经看过那种 可能以前没有 没有一些比较正向的这个经验 那我们来讲羊童物好了 你知道狗狗在我们回家的时候 他看到我们会非常的开心 他会摇尾巴然后就一直叫 然后就在你身边跳跳跳这样 那你知道我们这种被爱过的人 我们可以理解狗狗很快乐 狗狗看到我们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开心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人狗的感情就很好 那是因为可能我以前 有一些正面的经验 所以我会去解释这个狗狗的行为 就是很正面的行为 但是我曾经有朋友跟我讲过 我说他很困扰 因为他的先生对这样子的狗狗的行为 感到非常的愤怒 他先生的解释就是说 这个狗狗很讨厌我 回家的时候就对着我狂叫 然后养这种狗干什么 那我那听说 我的那个朋友就很困扰跟我讲 我就说也许你先生 他对人的这个正向的关系 他比较不是那么有经验 那他可能就误会了 我们可爱的狗狗的行为 那我就跟他 我就跟他说 你回去跟你先生说 你说你要看狗的吠叫的行为 怎么样是善意 怎么样是恶意 就要看他那一根尾巴 对不对 每天你养狗你也知道 狗狗今天在笑 然后他的尾巴是竖起来直的 就表示说 他对这个人是很有恶意的 他可能就是这个是攻击的前面的行为 这样子 但是狗狗如果是一直摇着尾巴 成语讲得真好 摇尾气脸 为什么 因为他有这个尾巴 希望你怜爱他 那摇尾气脸表示说 他很爱你 他看到你回来很开心 我就跟他说 那你不妨跟你先生 讲一下 看看他会怎样 这样子 这个先生就学会了说 原来狗有不同的行为 那你怎么样去看他的行为的时候 那他就知道怎么去对应 那我再回头过来讲 他们就说 其实有的人很会察言观色 有的人对察言观色完全没有能力 那这个能力 他们后来发现说 其实在过去这两年当中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是戴着口罩 那戴着口罩 我们可能就只能看眼睛 对不对 那你那个脸部表情 有很多都被遮起来 可能看不见 他们就发现说 孩子有这一方面的困难 就是说在情绪辨别上面 有这一方面的困难 那不是不能 不是说不能学习 就是说因为是大环境的这样子 以前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他们发现 这种孩子目前有这样子的困难 那有的人 他真的是对情绪辨别的能力很差 他不但没有办法自己察觉 自己情绪的变化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察觉到 别人的情绪 这种人就可能比较没有同理心 因为我们一般跟我们的朋友 家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话 可能我们会看着他的脸部表情 那你知道有的人会强颜欢笑 在困难的时候 他会强颜欢笑 然后他其实心里想的 跟嘴巴讲的不一样 那有时候他是笑笑的讲 但是你会觉得他的表情 比哭还难看 那我们比较懂得察言观色的人 我们就跟他说 你是不是有哪里遇到什么困难 你需不需要怎么协助 那你知道有的人 他身心好强 他可能嘴巴在讲的时候 他不承认 但是你这样子察言观色到 他的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你这样一讲 他可能就会触动到 他内心最底层的 柔软的部分 他可能就会彻底崩溃 然后他会觉得 终于有人了解我 他可能也许就会把困难讲出来 但是不会察言观色的人 他有的时候讲话 他不安慰你就算了 他有时候讲的话 让人更生气 就觉得说 叫这种朋友干什么 那种人叫白目 是的 那为什么会有白目的人 因为他就是 他的情绪发展的过程里面 可能他也没有 接触到这种经验 他也没有那种能力 所以我们情绪发展 当然讲起来 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我只 今天我们讲的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 听到朋友 当你孩子还在家的时候 我们当人父母的 我们尽量给他温暖 尽量给他支持 那我是不太喜欢父母亲 用那种嘲讽的语气 跟孩子讲话 因为你知道 嘲讽的语气 有的时候孩子 因为他比较小 他没有办法听出 那个双关的地方 那 我要打个叉 欣慧 我们时间已经过了 好了 听到朋友 我就要把这个秘密 带回我自己的心里 以后也许我们有机会 再来分享 我想我们下次会继续 就这一个情绪方面的 每天要继续考我的 下次我们继续讨论 我相信在欣慧这边 还有更多的重要的 这一个提醒 跟大家分享 所以欣慧我们就定好 下一回我们继续讨论 好吗 没有问题 我做个笔记 把它写下来 说我想的什么 这样子 好的 那就谢谢了 不客气 谢谢我们下次聊 亲朋朋友 拜拜 谢谢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